我問一下,生活形態有什麼不一樣? 像你的生活形態跟我的生活形態,不能說不一樣 還是有點不一樣 那我的生活形態跟我同一輩子的生活形態不一樣 還是不一樣 你發現不一樣? 不一樣 那我只是說,我發現我的這些同輩子 買書類很習慣的,他走進進市場 為什麼?你習慣 你習慣,他一習慣不能掉掉,你把他拍出來 那我好像跟他們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模式都是與時俱進的 因為一直在學習新東西 所以,模式也比較容易接受一些新的人事物 所以對於成品這種,反而是模式很容易就接受 而且他覺得,不管裡面就是整個環境啊,然後裝潢啊 都是很,就是感覺就是比較舒服 然後裡面又有什麼東西 我進來,並不只是為了買書而買書 可以買一本書,然後再下面點一杯咖啡 坐在裡面,然後再點一杯咖啡 你也知道為什麼好不要時間了啊 我跟你講,我有時候 中午要吃飯,外面要買一遍啊 大白廠買不到的時候 我這個時候,然後把開車 開到哪? 開到成品的地下室停下吧 停完之後我就上去 不是買書,我先用餐 他們有沒有餐廳?有啊 用完餐之後 我想,吃完飯要走走 所以我就走到那邊 主要成品的書店 是不是書店有什麼 一樓二樓好幾樓對不對 我去逛一趟走走 我讓了三層那邊消化也成功了 也許我也可能找到我要的書 可是馬倫書都想 開車回去好像用餐廳 所以想說,大家找個朋友 欸,你以為站在 你站不積極,打他掛掛 我請你喝笑茶 所以我們就約好在三樓的那個 泡湖茶 對不對 沒錯 那邊陸VD有跟大家分享 就等於說,你只要在一棟裡面 一個成品裡面 你就可以解決你的很多需求 像國是剛剛要吃午餐的需求 然後,欸,找書看的需求 我書也買了 對,書也買了 而且又好停車 這邊又有停車會 所以停車也方便 然後還有什麼 找朋友來喝下午茶 然後,欸,朋友也 又分享 然後我們又可以在那邊 入VD喔 對不對 就等於說,你一整天 或一個下午在那邊 你都不會覺得 我只是買書 你還沒來之前,我來看書 我把書收到,又吸收到 也就看書 對 是這樣子 然後,等下 看完書就開始用手機分享給大家 欸,你好厲害 欸,真的 這往路行 往路行要來 就知道怎麼運用時間 對 所以我把你所知道的 如何知識 去分享 對 沒錯 像我跟林偉 喝完咖啡的時候 他後面還有行程 那我留下我一盆怎麼辦呢 你說我怎麼辦 我就跑到樓上 最新的 那個 已經 發麵沒有 我沒誰去看 不過他就買個DVD的話 也回家看幹嘛 沒錯 所以我這樣 這樣下來到等一天 弄到八晚 回家吃個飯 好不好 我根本就要耗掉了 沒錯 很簡單 因為我不需要花更多錢 跑到另外一個站 去買我要的東西 對 請問一下 到金時堂呢 我的朋友買書就比較好 沒錯 你沒辦法逗留他一個 因為你在裡面就是 只有只能見諺你一個需求 就是書 買書看書 我要再跟你們講個現實問題啊 我不太喜歡金時堂的原因 是吧 陳銘 請問一下 他那個書的成列目字 DISPLAY OK OK 有沒有文化 然後看出了感覺 休閒也有自帶 那你知道我到金時堂的感覺是嗎 好像到便利商店一樣 東西都有 但是擁擠不擁擠 有沒有擁擠 有沒有擁擠 陳銘啊 白色啊 那做故障時代嗎 對 所以 經常今天的聲音不好 跟他的陳銘有關 跟他的FU有關 陳銘 那陳銘 優閒自帶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在金時堂的 逍遙自帶的 腿一伸就真的太舒服 有沒有 其實沒有 沒有 沒有地方 讓你這樣做 可是在金時堂 也許你姿勢不好看吧 不過大家反而很休閒吧 把自己背包拔在旁邊 就開始看了 對 地方很大 有休閒的感覺 有自帶感覺 那FU我覺得 是太重要了 在金時堂這方面 還是思維有點傳統 本來一直認為 我在賣書嘛 我都需要提供的 陪你看書的空間 是啊 因為那都是我的評校嘛 他們老闆是認為這樣子 評想很重要 但是卻忘了 你重視你的評校 你空間弄得小 結果呢 購書量不多 顧客待不久 像我就待不久 我去年真的待不久 我近一下 大概 不會超過三個鐘就出來 這個其實就跟 假如打在網路上 就跟網站的聯絡 一樣 你要如何讓別人 停留在你網站的時間 久一點 對 讓客人停留在你 實體訓練久一點 他自然 可能會跟你買出的 機率當然也大一點 這個是一定是 成正相關係 一個進來 跳一跳跳一跳 三分鐘就走了 另一個進來 每個人平均都 停留三十分鐘的 一個書店 你覺得哪一個 他消費的實力會高一點 真的嗎 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請 那個 林葵說一下 怎麼在 網路上 讓顧客 打開你的 網頁 或你的 銷售業之後 他的 連絡度 停留時間多一點 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 首先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你的網站的內容 你知道嗎 網家內容 為什麼我們說 你在做你的網站之前 你還是要跳一個 適合的主題 而且這個主題 盡量不要太大 像你的主題 如果太大 而且有些又不相關的話 像我看有些網站 什麼都貼 什麼新聞 然後什麼 資訊 科技 娛樂 穿著 全部都貼進來 當然很好 可是 你進來 你網站裡面都不要 他可能 不要的 可能是 他想要找 那些相關的 你可能提供的 只有一篇 是他想要看的 其他 99篇都不是他想要的 他自然看完一篇就做了 可是像我們一般網站 如果你有 學好主題 然後內容都有相關的話 像我可能 談網路行銷 然後 我那個下面 文章看一看 他就 後面 推薦給他的幾篇 所以 都是相關的 可能這篇講 網路行銷的策略 這篇講 網路行銷的工具 這篇講 社群的行銷等等 那你可能就會給你下一篇 繼續看一下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 還有就是 比如網站的 整個動線的設計 比如網站給人家 像博士剛剛講 金石堂的擺設 跟成名的擺設不一樣 然後 感覺就是讓人家 一個是 可以逗留很久 然後可以在裡面 和他很悠閒的生活 很治療 另外一種就是 感覺就是 就是來買出賣的總共 你網站的動線設計 跟你網站整個架構 讓人家看起來的整個 我們講說 interface user interface UI 都是非常重要 你的界面設計 如果你的界面 往裡面一進 你的網站很亂 然後要找你的資訊 也不清楚 然後標籤也標得很半分類 也不能很短 你自然看一看 你就不會想找下去 你就想按右手 找那個差別 可是如果你今天進來過 但是它是更可以非常清楚 主題標題非常明確 然後你要找的文章 你就可以在 很短短的資料中 你可以馬上找到 點進去看 而且提供的內容 也算有價值 我相信這個 我們在的連著度 就會變高分 就會有更多人 願意看你的網站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內容要焦點化 對 動線 動線要 又唱 又唱 那 你的焦點 很簡單 你只要去定位 那這 也許我沒辦法再跟你說得那麼相信 很簡單 你找出你的強項 你的優勢 你不要 很多點都要講 好不好 你只要講一個點就好了 譬如說 我來這家餐廳 他什麼都賣 就找到 他要賣 烏肉飯 又賣水餃 又賣 冰淇淋 又賣義大利餐廳 好不好 說明還有燒烤 看起來好像都有 對不對 可是竟然就 大家點話聊 到底要吃什麼 沒焦點 所以 來這人可能他 只是隨便吃完之後 他就走了 沒錯 但也是 經常書店 我就買出馬上就走了 他下次會不會再來 你沒有焦點信 他就忘掉 忘掉 它就不會再來 它就不會再來 所以你要焦點 你要明確 鎖定你要的東西 當然那是你很強調的東西 像剛剛林委長的 他這個網路形象示範 他就講網路行銷嘛 對不對 那可能 類似店面行銷 什麼 那就 那就不需要講 那就不需要講 對啊 因為網路行銷 你就不創意 對 一樣的 像我一樣 我網路行銷 就不如他 所以我也不敢 再講太多的 網路行銷 但博士是實體行銷的高 對 我就 以實體行銷為主 當然我現在很努力 一直不斷 跟林委啊 一些很優秀的朋友 在學網路行銷的事情 因為這兩個一定要搭配 律師整合時代 沒錯 可是我沒有那麼彈性 我也來寫那個 網路行銷 我偶爾也寫寫 不會是主力 不是我的主力 而且我想 也不夠專業 你不夠專業 你不夠專業 不夠專業 不要寫寫的話 自己落地 所以就找人合作 我在實體行銷 經驗也沒有像博士那麼豐富 所以我也找博士請益 一些實體行銷 一些好的實體行銷策 一些成功的案例 因為博士在這方面的經驗 非常非常豐富 所以這個就等於說 透過合作 就讓博士講 現在的這種時代 一定要透過合作 去解嘲活動 像博士在實體很強 而在網路很強 我們結合起來 就剛好虛實 博士現在最風行的歐陀 就是我們虛實可以整合起來 把博士這邊強項跟博士的強項 我們可以做一個結合 做一個戶 會這樣子變成說 以前你可能來我 找我 只會找實體 找一些做網路條 找博士只會找做實體行銷 可是現在我們 結合之後 我們合作之後 找博士也可以彈 因為有我在背後 那你找我也可以彈實體行銷 因為有博士在背後 這個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也是我們剛剛講的 什麼 複合式技藝 一戰式技藝 我們兩個叫做 強強練習 沒錯 但我們各自有一片天 不過這 不是單打獨鬥的事 比較借助很優秀的夥伴 一起來工創事業 所以我也非常榮幸 非常高興 跟林偉 而且我很佩服 很幸福他 這麼年輕又這麼屌 這麼厲害 沒有 我是太那個 真的真的是 OK 這不是我在媒體 我跟朋友說 林偉 對不起 我說你很年輕 他說是年輕 年輕找他 我說就是因為他年輕 我才找他 如果年紀很大 可能還不一定 不一定OK 也有一些行銷的人 他做了一段時間 我認為是 年輕的朋友 他的擴張性 延伸性 會比較強 我認為 當然 如果要說 第一件事情 是要慢慢學習 那腳步也快不了 不過你要找對的 大家互補的話就會成功 所以在這個年代裡面 強強領手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剛剛說的 你要去做他的時候 那個定位很重要 對 各位定位 沒錯 位置很重要 你要定什麼 像我 我只定用實力行銷 我其他行銷 我其他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 這還可以 還可以 贏其他人 這還可以 當然 我不能跟他比 如果他是第一名 再來我說自己 第五名吧 至少 那我決定說 我是第二名不會的 可是我那一塊 絕對不能少 因為那是目前 非常非常需要的神器 唯有我這樣才能 跟其他的同行相比 我一邊有一種 我一邊多同學 網路試的概念 我都能用工具 用設計 用方法 增加我的效益 那法官也是如此 光是你說我網路行銷 很強 不過還是回到基本面 還是要實體消費 那怎麼樣從網路上 那麼快速的 到我們實力來 來消費 那來實力的時候 我們只能提供 最好的服務 提供最好的產品給他 你也不能少 所以現在的時代 誰都離不了誰 所以歐洲的年代告訴你 線上線下一定很重 剛剛做到這兩種表現 除了另外的UI 還有一個 你的UI重要 這個叫做動線 介面 介面 介面很重要 剛說 到經常去給人家擁擠的感覺 像我 不是太喜歡擁擠的感覺 沒錯 其實人都不喜歡太擁擠 很少人說 我很喜歡跟人家擁擠 像我 我是說 我就不太喜歡擁擠 我喜歡寬敞 而且動線要好 沒錯 很快可以找到我要的東西 特別是找書 其實是一件很困擾 對 那相對來講 如果要說陳明海很OK的話 它那Display跟指示很明確 很明確 回到我們的介面上 在UI上面 所以要指示很明確 對 也要很明確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分類你要分得很好 是 然後你不同的類別 你要分在不同的類 還有就是 你整個首頁的設置 你可能旁邊就有分類 人家可以很明確的找到 他要的就是 他今天要進來找社群行銷 結果你旁邊沒有分類 人家要在你幾千篇幾百篇文章 一個一個 下一頁下一頁找 哇 我跟你講他找三頁都沒耐心 沒有啦 我剛剛一分鐘就沒耐心 現在的人真的很沒耐心 沒錯 他很快就離開了 對 回到剛剛說了 現在網上講 提供的問題都很專業 我講牌你也不適合說 你講牌就會做了 對 方法還簡單 這樣子也找個專業的情況去做 對 除了很多事情就外包 像我剛剛就外包 我不會做完就交給別人去做 是 我們可以跟你說一下 他的重要性 當真的實際要做的時候 當他除了你真的是有不實際做 沒有本書 就外包 交給別人做 像我很多身為不會 也請另外幫我做啊 因為他比我敗 所以不要說 你知道 知道沒有 要做到 對 所以不到剛剛講的 你要見面 要你流暢 對 這流暢 說白一點 交給專業的東西 嗯 那讓別人很迅速的很快速 找到他想要找的東西 這樣他在上面的黏著度 停留時間才會多好 沒錯 啊否則 告訴你 你光腳歐多 是比較優暢 這還在連操作技術要暴力 對 這非常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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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